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都在展望明年 明年就是百年 但是你看你现在踩的是我们大陆的说法 我们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 你知道吗 现在有很多声音 大家说咱们两岸一块办吧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两岸还不能一块办 因为叫建国一百年 没错 台湾那边聊就是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 但是你会发现台湾那边也微调 微调 他现在正式的名号好像不叫 他就不叫建国一百年 他避开建国 他叫什么呢 中华民国精彩一百 我说跟综艺节目似的 台湾现在讲 他跟广告人学了一些招数 真叫精彩一百 这个叫slogan 好像不是真正的名称 但是起码他打出来的这个积号 精彩一百 不是真的名称 但我们这呢 是打着这个机会啊 可以有很多钱建设城市 我开始说啊 说这个武汉武汉 我知道是钱最多两百多个亿 说明年为了这个辛亥革命 但是其实人家说呢 大概几个亿 是真正用在那些过去的历史遗址啊 其实有一百 那是干八九十个亿 盖房子 就是搞建设嘛 整个就跟办奥运一样 这是个大事嘛 借机就把整个城市面貌发展一下嘛 这是就是 还好 我还以为盖楼盘 辛亥别墅 辛亥别墅 辛亥别庄 什么的 但是这个我觉得大真兄 你这来自台湾的这个学者啊 这个文化人 你可以给我们讲讲 就说这个民国啊 民国一百年你的情节是什么呢 比如黄河刚嘛 黄河刚那329的启示 为什么会失败 在造炸弹的时候 弹药盒在那 总指挥孙武的弟弟 抽了根烟 以为那烟灰缸 有这事 真是有这事 起码我看到的材料 于是失败了 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这个事 这个事就提前引爆 这是一个蠢事 可是在整个大历史的发展过程里头 我们对于这一类的传说也好 记录也好 或者哪怕是真人真事的一个 我们必须不得不面对的记忆也好 我们大概都把他抹杀掉 对 就我们就后来书就形容 我们这位先列当时把烟不剩的触及到这个差 没有 提都不会提 提都不提 这有趣的是 当然我们现在讲起来有点风凉 可能对于某些真的抛头颅洒热血 意应轻轻如物 这样林决民 林决民的与其决约书 但真的对他们可能是有一些不敬 不过历史总是在某一个程度的距离里头 显现它冷的效果 一百年了 我们回头去看 在当时在民国照造之初 有多少人是同情民国的 或者反过来讲 有多少人是憎恨民国 排斥民国的 当时那可是个新国 是吧 新国号 是 很多的这个我们讲知识阶级以上的 不管他是当官的 当辽蜀的 当小利的 或者是跟着大清帝国去混饭吃的 而且此后就看起来就没有饭吃了 这一群人 一个中层以上的官僚集团 恐怕都对这个 日江和日下的这个大清国的这个局势 觉得非常颓唐 但另外一方面 对新企的这个民国的势力 不见得是那样的憧憬 以及怀抱期待 还有 比如说 当时还有北洋 北洋对于南京政府 也是有诸多疑虑 甚至对 他还是要掌握很大一部分的军权 其实所以他们说研究这个历史啊 往往你要有同情之理解 就是你回到那个感受上 你好比比如说你设身处地 假如说我们现在 对吧 比如说那个我的老家 我们河北人民要独立了 就要出来出来一河北人民共和国 你说我们这些个 我们看上去会有什么观感呢 是吧 他可能会有各种各样 石家庄是首都 对吧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只好跟他说石家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确实当时啊 那个为什么说说那个时代是个很多彩的时代 就是形形色色 各种各样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观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个有意思的是啊 就是民国百年啊 这么讲啊 但其实当时清床还未亡啊 是 他是殉政 对啊 就是皇帝不做了 他强调我这不是王国 对 我是殉政 我把我执政的权利让给你 我仍然住在紫禁城里头 而且这个意义是象征性的意义 而且宣统的年号是持续到20多年吧 我从这里面就看到中国历史上一个一个现象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读中学课本版的历史啊 是会简化他的 就我们中学课本版的历史就很简单嘛 宋元 明 清 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不对 但你想象一下这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 就元被冥灭啊 其实他并没有被灭 是元是进了沙漠 所以当时候来有史学家说 元王十位王尔 他没有王 他只是离开中原 那蒙古还在 他甚至那个元的朝号还在 部落还在 部落也还在 那你明 后来还有南明啊 对不对 然后而且更妙的是一度出现过元明清三朝共存的年代 对不对 元还没有王 明起来了 卢尔哈赤很早就建国了 对不对 这些是有三朝共存的年代 我 我 我比较关心的是 在 清末 民初 有一些遗老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 在 民国初年 我 有一些 遗老 住在上海 移居 从这个 京城 有的到了江西 有的到了浙江 有的甚至到了广东 就是分散在全国各地 可是忽然有这么一天 在一个老实人的号召之下 从全国各地来了二十六个人 其中也包括陈散元 很知名的 包括了后来担任过第一任魏满洲国国务总理的郑孝旭 也是大诗人 二十几个人 他们组织了一个会 叫做五角会 一二三四五的五 牛角的角 什么叫五角会呢 五毛党吗 哈哈哈哈 五角会 不是 因为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 有一个现在几乎已经不太用的成语 叫五角六张 哎我好听说过 五角是五号这一天 因历的五号这一天 如果碰到那个角朽 朽是新的名字 二十八秀 二十八秀 角秀 或者是六号这一天碰到了张秀 在天上的话 那么这两天诸事不成 诸事不宜 一年大概有三四天是碰到这个情形 就是每个月到了初五初六 如果角秀或者张秀 正好在那两天出现 那么这一天你做什么都是不会成功 嗯 你可以说是迷信 你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天文学 应和着这个人世的一种 非常交感作用啊 非常神秘的一个感应 对 好了那么五角会 意思就是说 就搞不成了 我们就搞不成了 那叫五角会 那为什么还搞呢 不搞 这一口怨气到哪去发泄 所以每个人写见了面 大家彼此 心庭对气一番 哭哭啼啼的啊 接着呢 每个人付诗一首 多半就是这个河山不是我的啦 这国不是我的啦 就要归去了 诸如此类 遗老们的这个情怀 反而产生了很多 他们彼此之间激荡出来的新的东西 比方说 如果现在的这个民国不是我的国 那么哪个国是我的呢 那 城府而浮于海 那么往外去追求 所以他们 在他们的行务之中 日后会跟任何一个外国势力 比如说日后 和结合 来打击这个当时的中华民国 那个一点都不叛国 一点都不是理通外国 他有他的道统 对 对 我的你说 魏满洲国是皇帝的 是 对啊 他们满洲人的皇帝 对啊 满洲国毕竟还有一个皇帝在嘛 对啊 所以为了效忠这个皇帝 效忠原来的法统 为了要搬回殉政所失去的江山 那么何妨去做 跟日本人合作的 魏满洲国 国务总理 这就是郑海昌 郑孝旭 他的心情 哎呦 这真是哈 这当时还有这么一种人生 我觉得最有意思 咱们去一下广告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一老一少的故事我爱听 多么腐朽的生活方式 本来非常腐朽的 你可以说非常反动的 对 可是有的时候你仔细读他们的诗集啊 会充满了一种同情 不见得还真正理解 但是真是会同情的人 我记得在大概刚才我在提到的这个五角会之后 又过了十多年 许多一老已经凋零了 那个时候呢 当然还是有一些受过旧式教育 能够文从自顺的写出八股文或者甚至是古典诗的人 可是在当时呢 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媒体范围 这个氛围或者是这个领域 已经不太能够容许非白话文的作品普遍刊登 所以在当时天津吧 我记得是国文周报啊 有这么一个很小的原地 是就是登古典诗的 而这个小的原地呢 大概也许每天登那么一首诗 两首诗的啊 几首诗 它有个固定的编者 编者叫做曹湘衡 角丝边襄阳的衡 衡是草头衡阳的衡 这曹湘衡 应该另外 它应该是字京圆 京就是四十五京的京 圆是三点水 一个一圆复始的圆 曹金圆 曹湘衡 whatever 它呢 有一天就是搬家 从北京的中间啊 大概往城东去搬 推算大概不超过两公里的距离 就是搬 搬远一点 搬到城东去 于是他自己写了两首 以一东运为运脚的两首诗 就是宜家诗 搬家 搬家的诗 这个主编 因为他有非常好的人望 也有很广的人脉 许许多多的诗人都跟他在一块啊 一看搬家 喝 给他画搬家的画 宜家图 张大千画的 宜家图之外 多少诗人在这个图的后边 你可以不断的加纸上去提签 写诗 据说有三百人 他搬个家 每个人都给他写两首宜家诗 目前大概流传下来 收在有些集字里面 大概还有上白把手 搬个家就成文台盛世了 请问搬个家是什么了不起 不 这个搬家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嗯 他的搬家意思就是说 我的居住的地方已经不在了 我的国已经不在了 哦 所以他有一个非常隐危的 民国已经十多年了 这个内乱不止 外患不已 当时还经过了我们也知道 非常著名的 民国八年的这个五四运动嘛 那个本来是打倒英日的 这个反 要抵制英日的一个运动 当然也跟我们白号王运动 结合在一起 不要忘记 白号王运动 在一定的符号上 对于于老而言也是不能忍受的 对 所以我要走了 我要归去了 我要飘破了 我要到哪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 只搬了一两公里 两公里 都是搬 对 这就让我想起三国演义里 有这么两句诗 说这个古人做事无巨细 寂寞豪华 劫有益 咱觉得搬个家算什么 那么他这个里头 他这个弯弯要 他寄托着 非常复杂 对 这里头只有一位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陈散元 陈散元先生呢 当时已经住在庐山了 他没有参与这个盛会 嗯 曹经元呢 特别抱着这移居图卷 以及许多的名流的贺诗 拿去请陈散元老先生提诗 陈先生不给提 为什么不给提呢 他写了一首简单的七诀 请注意其他人写都是七律 都是八句的 他故意写了一首很短小的七诀 请书我不会背 不过大意可以告诉你 说这个 你们大家啊 这个 在那搬家啦唱贺啦 我不需要参与这种引勇 我呢住在庐山 跟着我引勇的 就是我屋外的竹子 那就够了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需要再笑聚一群 这个党徒 或者互相慰藉 某种理念啊 申诉某种情感 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 心庭对气 不必了 你要是有结 你是个竹子 你自然就在你扎根的地方 发出声音 嗯嗯嗯 所以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境界 表示 陈散元在那个时候 大概已经彻底失望 就像他自己 事务员所说的 且做神舟袖手人 这个袖手也意味着 不参与 甚至不失望 找到自己扎根立足的方向 反正我问一下 这个陈散元 是不是就是陈散元 天确的陈敬 这些东西 那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以前像张爱玲 他说他到香港大学念书 他常常提到那个时候 他觉得港大是个很腐朽的学校 尤其中文系那帮 他很瞧不上不往来 你知道怎么回事 当年的港大中文系 就罗治了一帮的 这么一帮的 在过去不如意的 以老以少 因为港大中文系的成立 是当年的港督 特别在白话文运动兴起的时候 请了一帮有一些前亲的举人 什么过来教书 甚至还开一些中学 因为当时港督的想法很前卫 他觉得现在你们搞白话文运动 这就是民主主义运动 这个会威胁到香港 我香港我反而要保留国学 让我们香港人接受的中文教育是老一套 那套反而没有民主主义色彩的 用这个来对抗民国 对抗民主对抗新的思潮 没错 然后所以港大这个中文系 是一直直到许帝三当系主任 这个旧的传统才断掉 所以你看咱们就看到有好多种价值观 世界观和历史观 你就像大春刚开始说的一样 很多其实我觉得 也不是说什么尊重不尊重 而是说世界就是很真实的 都同在 比如说某一场战争 你站在这种价值观上来讲 美国我发现对我这个回避不过去的问题 是正义的战争 没有问题 这是这种世界观 可是还有一种人本主义的 你具体的来说 他这个士兵啊 可能是给自己人打死的 你明白 他两种都同在 是是是吧 你这样讲 我反而也想到像三国 三国如果以中国的历史发展的叙述 那个正统论来看 汉以后当然是为了 为很短暂的接着就是进了 你不会去管这个蜀啊 无啊 就像这个五代十国 你会看梁唐进汉州 五十多年 大概就五个朝廷换了九十个宰相 可是那个动荡的局势 尽管如此 你把它当作中国历史的主轴 你不会去管那其他的十国 有趣在这儿了 如果没有三国演义这部书 我们恐怕也不会知道 蜀或者是无 在历史上有过这么样一个 非常令人同情的位置 换言之三国演义这样一部小说 教导我们寻常人 从一个失败的王朝 或者失败的小诸侯 他的这个角度去看历史 如果你找到了这个角度 中国历史上还有多少个 这种优维的角落 它是应该被赋予更大的 非正统的 但是是具有 具有文化实体的 你假如说是没有实际 可能你就不知道 至今思想雨 不肯过江东 是吧 那就历史上没见人了 所以五代十国 可能就少了一本 像三国这样的书 我们回头这样想 如果在五代时期 有或者说五代以后了 当然 反省这段历史 去找到某一些特殊的人物 我就觉得 那就是我们对这个文化 他所做的某些加法 所以关键还是作家没尽到职责 腔腔三日行广告之后见 那大春让咱们想一个不同的角度 我忽然想起来 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一个奥地利作家 叫约瑟夫罗斯 他的东西就翻译出来的并不多 英文倒是有 那这个约瑟夫罗斯呢 很奇怪 他是奥匈帝国的遗老 那么他这一辈子就效忠老奥匈帝国 但是他已经活在后来的奥地利 那么他效忠到一个什么程度 他跟奥匈帝国训位的这个皇帝 是好朋友好哥们 平常喝酒 但他这个人酗酒酗得太厉害 那么谁劝他都不管 直到有一天这个皇帝跟他喝的酒 忽然之间对他喊 叫他的名字 说谁谁谁 约瑟夫罗斯 我现在我以皇帝的身份 要跟你说话 其实早就奥地利 就民主化的时候 然后这个人呢 树然起敬站起来 是的 陛下您说什么 你从今天开始戒酒 然后他就戒了一阵子 那我想起他是因为 我看到他的小说的时候 那时候我很着迷 因为他写很多那种 因为奥匈帝国曾经很璀璨 你想看维也纳 蓝色多脑河 每天晚上搞那种舞会什么 一下子倾覆了 是 一下布拉格省都都独立的这些地方 薄西米亚平原都不是他的了 那当时有一批老贵族也是 他就写这些老贵族 写一个帝国时代的最后余晖 怎么样老帝国消灭了 就等于说欧洲最后一个老帝国 他是进入到民主化的新时代了 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他写这个 那时候我觉得很漂亮很感人 那我就在想哎奇怪 我们的我们其实民国就是见证了一个中国是维持了2000年的帝国传统是一下子没了 那这个帝国的消失 中国人怎么 他一整套的文明 对 生活方式存在一些人的心理 好像很少有人去写 那当时我这么想 后来我才懂我一开始问错问题 我一开始是希望中国也有很多小说家像这个约瑟夫罗斯一样写中国中华帝国的末日 后来我发现我们为什么没有 是因为小说不是我们的题材 是 听过是有 我有另外一个想法 我觉得投降这两个字或这个概念 放弃原本的权力的这个概念 甚至放弃原本的尊严的概念 在中国人的这个道德观里面是不容许的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读者能够普遍接受投降的正确性 我愿意投降 我输入着 或者我光荣的输入 投降如果看成一个正面价值